傳送與接收資料夾 如果我們要傳送的檔案的數量很多 那一個一個傳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可以事先把它全部集中到某一個資料夾去 然後利用了這個檔案這邊的 新增目錄的這個功能 目錄就是資料夾 所以我們點選了這個 新增目錄之後 去找到我們 事先先把所有檔案集中到這個資料夾來 然後按下開啟 那我們看到這邊它就會是一個資料夾 這個紀錄就會出現在這邊 按下傳送之後 對方我們接收的時候所看到的這個類型就會是一個目錄的類型 存檔的位置一樣我們可以 用預設值或者是自己 再去做一個挑選 例如我們現在想要把它選到其他地方去 在這個部分 最下面 有一個其他 那我們就可以自己去決定 我要存在什麼地方 例如我想要把它改到這裡 我收到的資料這裡 按下開啟 這邊就會做一個修改 按下接收之後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收到的資料裡頭 就會出現剛剛的這個資料夾 而這個資料夾裡面 就會包含了這些檔案 然後進去 這個資料夾裡面